字幕提供 藝人王逸華的太太梁傑華 2013年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7年來頑強抗戰 但最終都不敵病魔 5月26日下午在醫院離世 中年59歲 王逸華指 太太因為器官衰竭而安場離世 他亦指 太太是笑著走的 臨走還叫女女要看著爸爸 而太太的話 王逸華也從未忘記 他說會記住太太一直叫她做的事 但唯獨是嫁煙 就需要時間慢慢去做 梁傑華在2013年患病 但一直都將患病的消息保密 直到2015年才承認病情 表示曾經接受5次花療 體重由120磅跌到97磅 並宣佈已經康復 但需要5年的觀察期 而女女王子晴曾經指 梁傑華已經成功接受骨髓移植手術 但近年來女傳病情反覆 經常都要出入醫院 王逸華和梁傑華相依相愛40年 2013年他們結婚25周年 還舉行大型的銀婚慈善派對 現請好友 可惜年底傳出梁傑患重病 有止半年治療花費超過200萬 身為愛妻號的王逸華都不惜停工 日夜貼身照顧 不想離開太久 可惜太太最後都是不敵病魔 發生生的驚訝